觀眾朋友 最近這個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如果你有看瘦身男女 來去Check in的頻道 新單元的話 你就會馬上發現 這不是上一集的女教練嗎 因為我們那時候結束之後 我就順口問了一句說 你有沒有撞過鬼這樣 結果沒想到 安娜品儀 她竟然是開宮廟的 爺爺是開宮廟的 對爺爺是開宮廟的 家裡的廟是在高雄賈仙的五湖三清一世 所以他的故事非常多 我絕對沒忘記靈異錯別字的粉絲們 所以馬上來錄個議題 真的親身經驗 我在17歲的那一年真的非常的倒楣 因為那一年我從一開始就生病 都不會好 而且重感冒那種要得流感 然後就那時候因為剛畢業 我就想說那我去Seven打個工 那時候在高雄 結果有一次就因為打工的時間 下班都大概已經12點多回到家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租屋處是在五樓 那我就想說那自己騎機車 有一次晚上12點多回去的時候 我在走樓梯 因為都沒有人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後面好像有人跟著我 是腳步聲嗎 也不是腳步聲 他就感覺是有東西 好像慢慢的這樣靠近你 就是你 對你在走路的時候 好像會有一個人這樣子 一直往前靠近你 你就會想要回頭看 然後我就轉過去 就完全就沒有人 而且就突然會有一種很寧靜等等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是我自己想太多 可是畢竟你還是會怕嘛 我自己還是會很害怕 我就想說那趕快走 然後走一走又覺得他越來越近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直接又跑的 然後直接跑到五樓上去門 關起來碰一聲 後來我就會去睡覺之後 就半夜大概三四點 我有醒來 就突然有一個男生站在我旁邊 然後就這樣盯著我看 眼睛超大 因為我睡外面 裡面是我植物 然後他就這樣盯著我看 然後我就嚇到 因為我想說天啊 這該是那是什麼東西 因為就瞬間他就一秒 他就不見了 然後我有看到 我有看清楚他的長相 他穿全身白色的 是一個男生 然後眼睛大大的 睫毛長長 鼻子很挺 長得非常帥 這是重點 那你賺到啦 你根本就是被帥哥鬼盯上 這很可怕啊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天啊 就因為當下你就會覺得說 應該是錯覺啦 太累的錯覺 我一樣喔 半夜的時候我在睡覺 然後也是突然中途會醒來 因為有時候被我子女提議 然後我就醒來 醒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剛剛那個帥哥 對我看到前兩天同一個人 然後他就一整個人 然後突然站在我的腳那邊 然後這樣看著我 而且眼睛瞪超大 嘴巴往上揚 有點微笑 然後這樣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就嚇到 可是醒來的時候 你是興奮還是嚇到 嚇到 然後我就想說 不對 怎麼會連續看了兩次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我阿嬤 他其實他拜拜的 我們家是廟嘛 我回家的時候 阿嬤就幫我問 是因為阿嬤 拔不會很準 然後阿嬤就問神明 那時候我都沒有透露 這個男生的長相 阿嬤是自己問完神明 跟我講說 你被一個男生跟上 然後他身高蠻高 大概180幾公分 嗯 眼睛大大的 睫毛長長 鼻子挺挺的 長得還 算清秀 然後 他說他沒有要害你的意思 他只是因為家裡開公廟 他們都會想要請 就是幫忙 因為家裡有在幫忙 我們家裡的廟有在幫忙 做超度 這一件事情 所以你是很失落 你不是被一個帥哥給看上美色 才靠近 對 他是想要投胎 好沒關係 不要難過 對 然後我就後來阿嬤有幫我說 因為阿嬤就跟他講說 如果我們幫你超度 那你就不可以再讓我不舒服 因為其實我那一陣子很常 就是都差一點要出車禍 然後身體很不好 那後來你就把他這位帥哥送走了 對然後 然後當送走了之後 失望嗎 有一點啊 沒有啊 不要破壞他的情緒 沒有 所以我接下來要分享這個故事 跟你演戲有關 但是這其實不算是演戲 是因為有時候一些大學 他們會拍一些類似成果展 或是畢業展 他們要拍小短片 對所以那時候這個投稿者跟我講的時候呢 他就是在拍大學的畢業短片的時候 所遇到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會改變真實故事 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說給你聽 大家好我是小克 我在大學的時候 差不多要畢業的前面一學期 老師叫我們去做一個畢業展 拍一個短片 每一組都要交 那時候我們就有幾個朋友 其實很想要創立一個YT頻道 所以想說藉由這機會 就拍一個短片放上去 那在那個時代 不能說那個時代 現在也是 就是拍鬼屋啦 直播鬼屋啊 很多人看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是最興盛的時候 所以就很多人都在拍這個 我們就也想拍 對 剛好我們學校旁邊 不遠就有一處墓園 所以我們就想說拍一個 就是一群野小的人 跑到墓園去探險 然後遇鬼的故事 這個小短片 好有勇氣喔 對那時候年輕 只是想紅 想要點擊綠 根本就沒想到這些東西 那去那邊之後呢 總要有人演鬼 對 我就是演鬼那個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墓園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木丘 有些撿過骨的 他的木丘 挖完之後 他會有個洞 那時候我的想法就是 我們的想法就是 我在洞裡面等他們來 然後當他們靠近的時候 他們會講一句台詞 叫做 你白癡喔 我聽到這個台詞之後 我就會跳出來嚇他們 對 簡單來講是這樣 那洞不深就到腰 對 可是很怪是我一跳下去之後 我的腰以下 非常的冷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明明快要夏天 就很冷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後來因為他們上來的時候 那個角度會拍到我 所以我就會蹲下來 就一蹲下去之後 我覺得我整個人 浸泡在這個冰桶裡面 就很冷的 那不行 後來我就一直等等等等 想說奇怪 明明塞的橋段 幾十秒就會上來 怎麼這麼久 我好不容易聽到 他們喊了一句 你白癡喔 我要跳起來的時候 我已經沒有力氣了 我是用爬的出來 我已經整個虛脫了 然後他們那些人看到我的時候 他們還是繼續演 就說哈哈 看到鬼就跑掉 他們還覺得說 我用爬這種氛圍更好 但他們都沒發現 其實我已經不行 然後等到他們反應過來之後 再把我拉下山 然後去看醫生什麼 但其實我也沒事 就到醫院休息一下之後 就沒事了 那醫生有說什麼嗎 醫生就說太累啊 壓力太大了 然後我們當然不可能跟醫生講說 我們去墓園玩 對 然後就這樣子 真的檢查都沒什麼問題 可是回到家之後 我睡覺我就變得莫名很冷 晚上睡覺就很冷 然後我會一直夢見 我蹲在那個墓穴裡面 但是只要我一起床 白天的時候 我身體好像就還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 只有晚上的狀況 我就一直覺得是感冒 我多睡幾天就好 就這樣一直持續很久之後 我的女友 她覺得我這樣不對勁 她覺得說 你這可能是耍丟 因為我女友跟你很像 就是家裡也是有公廟 所以她馬上就把我 帶去她爺爺那邊去看 那爺爺那時候 我當然也不敢在她爺爺面前講說 我去墓園玩被甩了 對 我就說怎樣怎樣 好像太累還是什麼 就是會有這種狀況 他就爺爺家裡是拜王爺的 就看完之後 他就直接罵我 也是跟你很像 就是你都沒有提 但是他就說 你怎麼跑去那個地方玩 你到那邊怎樣怎樣 就開始罵 然後我才承認我們 就是一群人去拍鬼片 對 他就說簡單來講 人有三把火 你的火被調小了 尤其就是你在那邊被甩丟 所以整個氣勢變低了 他就拿著那個金子 燒完之後 在我身上開始念咒灰 然後我就覺得 瞬間被那個風是熱的 吹到之後 我整個人就好像沒有這麼冷 然後吹完之後 他就是叫我 錢丟在地上 然後叫我跨過那個火之後 去取那個火 取一陣子之後 我竟然流汗 所以你原本 他原本都是不會流汗 對我那時候很冷啊 就算到了白天 也是有點小冷 而且怎麼可能 那個金子這樣燒之後 我就會流汗 又不是去三溫暖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然後身體好很多 那也就跟我講說 你的八字偏輕 所以盡可能 不要去那些地方 然後可以的話 就沒事去你家附近的廟裡 拜拜 過一陣子就好 果然就過一陣子就好 那我拍完那部鬼片之後 我們就 我就再也不敢去拍了 這太可怕了吧 對 冒了自己生命危險 然後去那個地方 可是對於年輕人 那時候的我來講 我根本不知道 樂險 其實在拍片的現場 我之前也有曾經遇到過 對 因為其實之前在拍攝 拍攝上面不是都很多電燈嗎 對啊對啊 那時候其實我演的那個角色 算是有點像是在陰間的角色 喔你演什麼 對 那時候我演的有點像是 你們知道 文判官嗎 喔白色的那個 對白色的 穿白色的官服 那其實他是在地獄的神 他是神 雖然他在地獄 那那時候就是 我在某個攝影棚裡面 做拍攝的時候 然後就是 反正就是 那時候就想說 還好 因為半夜大家都在啊 因為就算是半夜 那攝影棚本身 就其實是蠻贏的 對 很多人都講過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應該還好大家都在 也不會想太多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嗯 好吧那就是 嗯 已經快拍完了 然後導演那時候 其實也拍得很累 結果到最後的時候 導演就喊 5-4-3-2的時候 大家瞬間 因為5-4-3-2的時候 其實大家聽到 5-4-3-2就會瞬間寧靜 安靜 對 現場會變得很寧靜 然後他喊 5-4-3-2的時候 突然喔 上面的電燈 有一個女生在唱歌 嗯 對 是放音樂出來還是 沒有 完全沒有人在音控制 而且拍攝現場 通常不會配音樂 音樂通常都是後製出來的 對 所以其實 如果有在拍戲的人 應該知道說其實他不會直接配樂 除非你是上綜藝節目 他才會有配樂 直接伴奏 但拍戲絕對是很安靜的 然後就突然上面有一個女生在唱歌 在電燈 然後我們全部現場所有人都有聽到 然後我們就這樣往上看 但往上看其實 就沒有東西 然後導演就想說 奇怪 到底是誰 然後都沒有人啊 也沒有人承認 就後來他想說不然再一次 然後又喊5-4-3-2的時候 然後突然瞬間上面又有聲音 又是唱歌 對 又在唱歌 而且只要喊5-4-3的時候他就開始唱歌 其實這個攝影棚的附近曾經有過就是命案 是三個女神 兩個小孩子一個女的 然後是爸爸把老婆殺掉 然後又把小孩子 對 喔那 我也不能講哪一期 不然就知道哪一個攝影棚 對 對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嚇到 然後我們後來就想說 因為其實在拍戲的現場 我們很注重的就是一定要拜拜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拍攝好像第一天 我們那時候沒有拜 我們第二天的時候趕快去補拜 而且其實第一天發生蠻多狀況 在拍戲的現場 其實第一天正常來講應該算是蠻順利 要蠻順利 因為畢竟第一天你的戲其實不會說到拍到怎麼的完 拍到三個半又拍不完 然後有時候一下是可能道具的問題啊 有時候又突然可能 小狀況很多 對 現場道具有問題 或者是說可能現場電燈又有一點什麼問題 然後或者說演員的服裝上面又有問題 那當天真的是問題超多 然後我們就想說奇怪 是不是另外沒有拜拜的關係 對 其實拍戲好像除了像拜拜一定要拜 然後甚至好像到了現場 如果演那種比較像是死者還是鬼的 像你們文判官這種 算陰間死者他們也會包紅包給你 通常我們只有在死掉 比如說像拍死掉的話 才會去包紅包 做包紅包這個動作 比如說你現在演死人 我們就會包紅包給你 或是你本來是裡面是演活著是人 然後可能死掉變鬼的話 那還是會包一個紅包 意思意思 對就是只要你有死的這個過程 他就會包一個紅包給你 那個錢要馬上花掉嗎 盡量花掉 因為他留在身上 畢竟他是不好的 對對對 但一定拍戲絕對一定要拜拜 真的不能不信心 好啦我們今天分享了一個是 跟本身宮廟有關的靈異故事 一個是跟拍片有關的靈異故事 當然記得鎖定我的最新單元 瘦身男女到來去check inYT頻道就可以找得到 如果你今天想要看正妹的話 找品儀我可以去哪邊找 如果想要知道我的資訊的話 歡迎大家在FB跟IG上面 都可以打我的本名邱品儀三個字 就可以搜尋得到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大家按讚留言 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留言的話怕不好意思 也可以私訊我的小盒子 來私訊我告訴我 你有什麼問題 我都會一一的做答覆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幫我 點讚按讚追蹤 我是賴正凱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上班總是讓你很想睡覺嗎 賴正凱 賴正凱 最新單元瘦身男女 讓你在都市重溫中 找到四華裡的運動場所 來去check inYT 請鎖定瘦身男女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的以水繩霧化器 來噴這個水繩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繩隨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GO